安息日后的头一日清早 妇女们赶到耶稣的坟墓 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墓门竟然是打开的 进去一看 耶稣不见了 只见一个少年人坐在那里 少年人告诉他们 耶稣复活了 并让他们把这个消息告诉门徒们 但妇女们十分惊恐 忙着从坟墓逃跑 什么也没对人说 后来主亲自向摩达拉的玛利亚显现 通过她把遇见主的消息传给了门徒们 可门徒们仍旧不信 再后来 有两个门徒遇见了主 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 门徒们还是不信 最后主亲自向门徒们显现 则被他们不信 心里刚硬 因为是否相信主的复活 这关系到救恩与复活的应许 能否成就 主是希望门徒们没有看见他就信 所以并没有马上向他们显明自己 而是让门徒们通过其他竞争人的口来相信 今天我们得到信心的途径也是这样的 当我们听了信仰前辈们所传的并相信的时候 主就会为此做见证 让我们拥有不动摇的盼望 我们的盼望在于复活 即使我们靠着主的功劳得称为义了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能自动地进入永生 要想得永生 首先要胜过死亡 经历复活 这本是人做梦都不敢想的 在这个世上 无人能胜过死亡的权命 但就是如此强大的死亡权势 在主面前彻底溃败了 同时 这也意味着导致人死亡的罪的能力 在主面前溃败了 主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活过来的 他再怎么没有罪 一旦死了 就不可能再活过来 他再怎么有能力 也无法逾越死亡的鸿沟 主之所以能活过来 是因为上帝救了他 主尽管用受死代替了人类的罪 但他若是没有复活 那么我们也就无法越过死亡的鸿沟 这样一来 我们就只有在世上的期间 享受罪得赦免的益处 一旦离开这个世界 就会落个和不幸者一样的下场 如果结局是这样 那么我们在地上的期间 又何必努力过信仰生活呢 若没有复活 我们就是这世上最可怜的人了 但耶稣基督复活了 他通过复活 粉碎了死亡的权势 为我们开辟了得胜的路 就像耶稣复活一样 在他里面的我们将来也必复活 到那时 我们因着主的功劳 罪得赦免的事实 将会发挥出无比的威力 主的复活 既是我们掌脱了 捆绑我们的罪的绳索 从此 我们就不能再让罪束缚自己 不能让我们所得到的 这复活的盼望破灭 我们已经从首篇的人亚当里面断绝出来了 如今进入了胜过罪和死亡权势的幕后的亚当里面 因此 我们一定要紧紧地抓老主 要弃掉傲慢的心 以免招致死亡的罪再次支配我们 让我们谦卑地将自己献上 为传扬主的复活使用 从而成功地尽入永胜吧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